而时代环境的变迁 民众的生活意识品质提高 对于早期设立的 畜牧场环境影响上的要求 是更加的苛刻 而导致了业者经常收到民众的检举 业者已经投入相当多的设备预算 来改善的同时 业期盼相关单位能够给予协助 有最好的退场机制 羊猪产业离牧趋势持续 业者指出 产业萎缩主要是 饲料大涨疾病气候影响 再加上业者经常被检举 导致养猪业者无法持续养殖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给予协助退场的机制 减少业者的损失 有民众的压力 所以说我们如果我可以离场 我也真的要离场 有政策上的离牧 我真的要离牧 说实在是真的是 到最后真的这个农业 只有农业老化 年轻要进来的越来越少 粮食危机绝对会发生 这次的定期大会 我会在大会提出来 想请我们政府来协助 包括农委会也好 包括我们县政府农业处来协助他 看怎么把它改善 我们这个他的设备 如果他的设备他没有办法改善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他也有愿意要离场 我们来协助他怎么离场 新冠疫情的冲击运输成本增加 各项原物料的大涨 业者发现根本划不来 而萌生退场的机制 接而连栽的打击造成 养猪业者越来越违离 虚物场上不管是在 酵素的或者是除凑设施的设备 或者是新山下光的改善设备 我们农业处都有提供我们虚物场来做申请 虚物场也有配合来做一些申请的改善 那这部分也是要请小青理解 那在离场的部分 我们也是必须跟农委会来做一个了解跟请示 看现在中央目前在畜牧政策上 有没有一个更新的方向 然后也会把我们花莲县的问题反映上去 但希望能够中央地方一起来合作 让畜牧产业可以发展的好 农业处指出该养殖区域 目前已有三户倾向停养或是迁移 由于养殖业者已投入相当多的设备 预算减少环境的污染 仍然无法达到环境七位完全的抑制 因此希望相关单位能够给予协助 有最好的退场机制来解套 记者凌桀 花莲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